HELLO 大家好 我是方航偉 今天是洪太雄老師的最會堂課 要來跟我們講一下這個糖跟這個糖到底差別在哪裡 老師很多人都分不清楚這個有字旁的糖跟米字旁的糖到底差別在哪裡 那所謂米字旁就是我們桌面上看這個 這個所有的糖包括冰糖 這個是紅糖 砂糖 那這兩杯也是糖 這叫做米字旁的糖 那這杯糖因為第一個它的吃下去血量值很高 很高就在身體上就很容易轉換成脂肪 還是要彈到胰島素 胰島素就會去分泌很快 那這裡面有一個重要的理論就是說 這個米字旁的糖其實就是我們中性脂肪也是我們內臟脂肪的發源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一天吃進去的碳子化物傳換成葡萄糖 大概每一餐只有100公克400卡 吃糖 事實上看我那麼多的一些文獻報導裡面 很多醫生給患者開始不吃這個米字旁的糖之後 他的迴謀也解決了 然後他智力神醫師假如說產生的恐慌症 憂鬱症 躁鬱症都不要而已 都有改善很多 所以我當然講有一曲有比較那個糖幾乎是等於毒藥一樣 吃下去就變成就迷上它啦 你就不能不吃它 但是它最重要就是讓我們胰島出去分泌 它血糖質一拼的時候肚子就餓了 肚子餓的時候你就想去吃餅乾其他東西 另外一個比較重要就是 我現在在露營我腦部也吸收不到糖 我也吸收不到糖 但是我的糖被它轉化掉了 被它轉化掉了 所以我沒辦法 我必須透過蛋白質去轉化我的糖類的熱量 但是這是最不好的 因為我們知道蛋白質是無大營養師之所 它裡面的骨骼 肌肉 腺體分泌 我們的皮膚 身體所有的部分 毛髮都要糖 結果我必須要補到糖被它糖轉化掉了 所以我怎麼辦 我的工作 蛋白質的工作被它拿去做了 所以會產生頭腦不清楚 會注意力不集中 注意力不集中 所以我是說這個糖真的是要研究它 油脂糖的糖就像這個澱粉 就這個根莖類 那我們再看這個地瓜 地瓜也是有甜分 但是這個地瓜我們稱之為抗性澱粉 所以抗性澱粉就是說 第一個它GISD 很有很好的腺子纖維 最終還有維生素B 然後我兩種東西吃下去 也是有飽足感 因為腺子纖維就有飽足感 對 而且對身體很大 對 這裡面這個十股米這些米 裡面還有臭米 那臭米我們知道它有米坑 還有胚乳 這些都是非常好的 所謂的VS很低的 吃下去之後會有飽足感 然後引出需要我們的糖類的熱量 老師 那像減肥的人不吃飯的話 這樣子是可以的嗎 短期可以長期不行 所以還是要吃一點澱粉 對 所謂的短期不可以 就是說如果你要很胖要快速減重的話 我是建議就是蛋白質出在水果 把澱粉站怎麼吃 但是如果你已經減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當然它需要 因為健康飲食 哇 想要減肥就得先把自己餵得飽飽的 而不是讓自己餓得要命 上完老師的這三堂課 大家應該很清楚要怎麼做了吧 那麼我們下次再見囉 老師我們一起說拜拜